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命换游,全世界一起搏仙狗 千古荒涼的北極,原來收藏一個大寶藏 美國地質調查局08年發表報告 揭露北冰洋溫藏980石油,佔全球未開發原有13% 舊船有13年 有家升多跌少,地寶藏越來越值錢 全世界都侯著它 北極傭兵家劇,就好像為各大石油公司開路 船隻更容易在北冰洋航行 嵌塌或開賽寶藏的難度大大降低 李嘉誠有分的加拿大Husky,英國石油公司等等 爭著開展北極專油計劃 北極圈周邊國家亦主動出擊 俄羅斯就更加進取 總統普京今年2月底,簽了一項 北極開發戰略規劃大綱 計劃以北冰洋作為國家石油未來的主要來源 國營的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就索性拉盟中國石油 和各國的石油公司一起 俄羅斯境內北極大撼探 當中顯學其實早已用8年時間 直接50億美元撼探北極 去年開始,在阿拉斯加對海面設計轉探 今年是轉油設備測試的最後階段 發現機件有問題才硬暫停一年 剛才沒有油公司因為技術未配合到 提供太大暫停撼探,但他們並未放棄 在北極轉油一旦城市,當地的生態 將會面對嚴重威脅 24年前,阿拉斯加留油事件 帶來的生態禍害到今時今日都還未回復 94年,近北極俄羅斯烏森斯克石油管流油 事發大半年後,雪地下還藏著很多油污 事實上,演學阿拉斯加副總裁 接受BBC訪問時,都說相信在北極轉油會有流油事故 只是不覺得規模會帶到影響人類傳望 但可以想像影響一點都不小 油污會阻擋陽光進入和海底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北冰洋海底的植物很快會死 沒有植物輸出氧氣,海洋就好像沒有了肺 任何生物都無法呼吸 會跳上水吐氣嗎?身體沾了油污,血越來越重 最後永遠沉在海底 食物鏈層層雙扣,上層的北極紅、海象等動物 吃了受污染的海洋生物落土 一樣很快玩完,人類都不能陷入 海洋、木地受影響,在天空飛的海鳥都走不掉 油污尖的上身,不但飛不起 更多會破壞它們羽毛的補亂系統 令它們鑑三凍死和賀死 北極出氧的生態系統,在流油污染之下顯得不堪一擊 深海流油已經令油公司束手無策 更何況在航道會隨時結兵的北極呢? 對於原油狩獵者來說,北極寶藏值得一磅 雖然最多賠錢而已 但破壞了的生態就多少錢都賣不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